马兴两国上个星期开通了航空与陆路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之后 吸引数以万计的人潮往来 获得了一致好评 两国目前更有意开通海陆通道来实现海陆空自由往返 若福州务大臣拿多哈斯尼指出 两国最快会在明年1月展开部长级联合委员会议商讨计划的详情 促进各界拭目以待 哈斯尼今天在新山主持活动之后 捎来这项好消息 他指出这条海陆通道预计将对接新加坡的丹纳美拉 还有我国的地沙鲁海岸两个对轮码头 他透露首相拿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早前拜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 就已经提到的海陆通道 李显龙也表明乐见其成 哈斯尼希望两个位于旅游圣地的码头接通之后 可以刺激在地旅游业 目前还需要等待地沙鲁码头的持有公司国库控股点头 才能够进一步的讨论合作的模式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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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